欢迎来到肖恩逛吃TV 你们猜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以后 南京的朋友告诉我 你到了 你肯定要来吃那个鸭血粉丝汤 鸭血粉丝汤哪家最好吃 说是小攀季 我们现在就跟着朋友一块下了火车 酒店都还没去呢 直接拉着我到这个地方来吃这个 小攀季鸭血粉丝汤 小攀季鸭血粉丝汤 走 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儿 我们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还不是饭点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三点半的话 我觉得不是午餐 也不是晚餐的时间 可能人会少一点 我的天哪 这不是饭点还这么多人 哇 这怎么弄呢 那就说明 真的是它的东西 应该是很好吃 我们看看 上面写着 小攀季特色鸭血粉丝汤 38 便宜的鸭血粉丝汤 17元 单独的是17元 嗯 那我们就只有乖乖的在这等着了 没招了 等吧 哦 牛牛已经在那个地方找了个小地方先坐着 等他们吃完了 我们正好能坐过去 当地的这种老人啊什么也都在这吃啊 应该这里以当地人为主吧 哦 让一下让一下 我就喜欢这种热闹 端个碗端个汤锅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嗯 那也可以 这也有位置 我爸爸妈妈也很聪明 也已经先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是吧 好好好 这边就是个后厨 那后厨得有多忙啊 我们这样还分了两桌 这一边是我爸爸妈妈他们 他们在这一边 哇这么大的一碗了 对 哇那等等你吃得下的 我刚才就算了 牛牛好吃吗 好吃哦 妈妈吃呢 妈妈的还没来是吧 嗯好嘞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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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八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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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就是 那半面还有三元 哇这碗东西真的是巨大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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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就是老板娘 说是这家店开了16年了是吗 哇以前在个小巷子里 对 然后开在这里 早上八点开到晚上八点 永远是这么一个状态 从开门就开始这样是吧 忙死了 老板和老板娘经历新闻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这家店一定要来好好的品尝一下 中光之体味 好了啊 刚刚那一桌走掉 我们这一桌就马上坐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的鸭血粉丝汤 这个里面有有豆腐 这个应该是鸡蛋不会是鸭蛋吧 这个应该是鸡蛋啊鸡蛋 锅巴压舌头 然后我们看看下面有底下有什么底料 我的天哪鸭针鸭肝鸭血 还有鸭肠 鸭肠 哇鸭肠 难怪说没有一只活着的鸭子能离开南京 看在飞走之前已经被我们吃了 对南京人是真的好喜欢吃鸭子 超级喜欢吃鸭子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 如果我们家没有菜的话 一份烤鸭一份西红柿鸡蛋汤 我就觉得非常美味 这样就能吃饭了 那基本南京人是餐餐都有 有鸭吗 对 而且南京是这样的 有的人喜欢吃盐水鸭 有的人喜欢吃烤鸭 我就是非常喜欢吃烤鸭的那种 然后鸭子的内脏也跑不掉 还给它烧粉丝汤 比如说青椒鸭肠可以炒的 青椒鸭肠可以炒的 哦 你已经开始了 我从小吃到大是吧 从小吃到大 有一个多月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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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要来尝一下了 我们先来尝一口它的鸭子 看上去就是白白的一个汤 真的是鲜啊 怎么能那么鲜 太鲜了吧 他们这种应该都是老汤啊 都是老汤 老鸭掉的嘛 嗯 难怪有句话叫什么 精灵鸭子假天下 真的是精灵的鸭子假天下 那上海人他们就比较喜欢吃鸡 各种三黄鸡啊 各种什么鸡啊 什么镇顶鸡啊什么的 南京没有想到是这么爱吃鸭子 那鸡鸭要是到了江浙湖那好惨啊 都住不住了 都住不住了是吧 来我们来看看 鸭干 嗯 嫩 干就要嫩 那个辣油 要加辣油是吧 要吃辣油 你没加辣油之前 你可以先喝汤 你先喝辣油啊 这个是 我们来看看 加一点辣油 汤我已经喝了好鲜 对吧 这个辣油都是他们自己自己店里弄的是吧 自己做的是吧 自己熬的 嗯 拌上辣油了 泰国的头部账号来吃鸭血粉丝 哈哈哈哈 泰国的头部账号来吃鸭血粉丝 哇 吃了一个里面居然还有萝卜 这个萝卜都那么好吃 对啊 这个萝卜都这么好吃 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个萝卜佩佩在那里 没有想到这个萝卜能那么好吃 嗯 好吃 既然是叫鸭血粉丝 他们的鸭血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嗯 哇 真的是 我一直以为我们萧山菜啊 是鲜 以鲜为主 没有想到南京的这个鸭能鲜成这个样子 看下我们的说法 眉毛都鲜掉了 真的眉毛都鲜掉了 嗯 对我们的 这个是他们的叫大份是吗 全套全套 全套 还有小份 对就里面什么都有 对像这样一份的话差不多三十多块钱 三十八 三十八块钱 还有小份的我刚才看有十七是吗 嗯 十七有吗 有有有有 我看到有小份的是十七 那么这个是全套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对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 我只只要比如说鸭血和鸭的那个 对鸭肝 可以随便选 对对对 我们的什么什么都放在里面 对对对对 因为像我比较喜欢吃鸭舌 所以他里面就会放了鸭舌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跟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和我男朋友或者我和我家人 他不吃鸭肝 我可以把我的鸭肝给他吃 嗯嗯嗯 把他碗里面的鸭肠给我吃 对 这就比较好 就就对 又来了一个又来了 哇哈哈 都放了一分 一分都不要 这个就是烤鸭了了 对 烤鸭要蘸一下里面的卤汁 哦里面还要蘸卤汁的 对对对 反正它上面是没有味道 嗯 我一直以为北京烤鸭出名 南京烤鸭也这么出名的 北京烤鸭是片的 嗯 片的我们夹馍吃呢夹面饼吃 嗯 这个是空口吃的 啊这个是空口吃的 直接空口就可以吃到 哦 烤鸭烤鸭来一个 嗯 好脆 嗯 我选的这一块正好没骨头 哈哈哈哈 好脆 外面这个挺好脆好好吃 对 所以它蘸这下面的汁 是最好吃的是吧 对 看你们也来你们也来赶快 不蘸汁的话就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带劲了 第一餐就把我打败了 第一餐真的就把我打败了 太好吃了 第二餐是龙虾 还有龙虾 晚上晚上是龙虾 对 江苏的龙虾很出名的 对 蓄于龙虾是吗 在南京真的是开了太多 然后晚上这个龙虾店 他是因为老板是当时是 就是不知道你抖音什么人说 就是因为当时他就是 疫情的时候刚爆发的时候 然后他去武汉支援了 哦 所以他是处于一个比较有正能量的人 那个龙虾店的是吗 可以我们晚上去见识一下 虽然他的环境很一般 就是苍蝇馆子好吃吗 苍蝇馆子好吃 对对对 我把辣油拌上了 他们的辣油你看上面都还是飘着芝麻的 都是自己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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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点 这样看上去就是 是吧 是食欲大增 那你在南京这个地方 你这样搞起来的话 这一天 一天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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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着回去 那要变胖 那要变胖 肯定要变胖 吃到一半啊 学了一句南京话 说是 爱要辣油 是吧 爱要辣油 就是要不要辣油 终于学会了 那是吃别的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要辣油的话 就跟他们说 爱要辣油啊 北冰羊 北冰羊 这个在中国可出名了 这个这个饮料 小时候都有这个 北冰羊 汽水 这是汽水 这个一喝就能喝到小时候的味道 其实这个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了 后来啊 后来又复古复出来的 北京人特别喜欢喝北冰羊 北京人是吧 对现在全国都喝了 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这个量也太大了 我去问问 我爸爸妈妈 单单牛牛 他们吃不吃的下 我实在吃不下了 怎么这么一份那么大 你们也吃不完是吧 你胃口真好啊 冠军 亚军 季军 你被淘汰出局了 哈哈哈 牛牛也吃不下这么多啊 真的是 第三名第三名 味道怎么样 超级好吃啊 很鲜啊 这个酥饼也很好吃 这个饼拎着拎着拎着 吃不下了 真吃不下了 拎着我们到酒店里吃 正好给人家让个位置出来 他们都是排着队 排着队在这儿 哇真的是 吃饱了喝足了 这个真的能叫吃饱了喝足了 这个汤喝足了 面不是面 叫粉丝吃饱了 鸭血吃饱了 所以像这家店啊 真的我是来南京 那第一餐 第一餐就真的让我惊艳了 南京的东西怎么能那么鲜 这个鸭子的味道怎么会那么好 然后说接下来游的是吧 有各种好吃的呢 行了 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 到时候我们把南京的各种好吃的 好玩的我们都给大家展现出来啊 不要走开 好玩哦 好玩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